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我是罗千竹 首先带您来看到今天的新闻提要 美国通过5亿美元对台军售 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表示 这有助台湾的嚇阻能力 另外蔡英文也认为 美国批准的军售案 就像及时雨 再来看到印度要抵制中国商品了 不过专家并不看好 认为印度的做法将惹怒中国得不偿失 最近一段名为一线工人安全帽的视频很红 详细内容待会带您来看 奔驰女车主哭诉维权的事件画下据点 双方达成条件不错的和解协议 内容有哪些 马上来看 美国国务院15日通过一项5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 让美台之间的军事交流首度台面化 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说 在当前两岸情势紧张之下 这是为了协助台湾的嚇阻能力 对此台湾总统蔡英文昨天出席印太安全对话研讨会时 也提到美国的军售案来的正是时候 就在台湾关系法签署40周年之际 美国批准对台5亿美元军售 提供F16战机培训与后勤 美国国务院官员说 这笔军售案符合台湾关系法 也是美方对台湾维持足够自我防卫能力的支持 另外中央社报导 薛瑞福16日出席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讨会时表示 美国对台军售是为了协助台湾的嚇阻能力 有鉴于中国不断威胁 美方会想办法让台湾维持一定的防卫能力 对于美国的再度出手 蔡英文也表示感谢 并认为这次军售能强化空军飞行员的训练 让品质更加稳定 对国防相当重要 同时蔡英文还说 中共军方派军机和舰艇进入台海临近区域的行为 已经对区域稳定造成破坏 而美国这次批准的军售案 就像吉时雨来的正是时候 中美贸易战财正要落幕 现在印度也要抵制中国了吗 近期拥有7000万会员的全印度商人联合会 呼吁抵制中国货 原因是中国出口的产品偷工减料 降低成本又避税 导致印度小型贸易商陷入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威胁到上百万个就业岗位 他们还要求政府说对中国产品征收300%到500%的超高额关税 南华早报16号报导 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目前印度商业界正在抵制中国的廉价进口产品 前印度商人联合会秘书长坎德维尔表示 像是玩具啊 手表电子产品等 中国和印度制产品间的价格差了30%到40% 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会伤害印度的小规模工业 不过呢 尽管民间发起抵制中国的言论 但印度政府并没有大力阻挡 印度总理莫迪上周曾经表示 对中国商品的担忧应该交由民众的智慧来决定 自由时报报导这番言论被指示为抵制华货煽风点火 然而多数的分析人士并不看好 认为抵制行动不太可能奏效 南华早报也分析 中国对印度的出口仅占全球出口总额的2% 印度政府的任何官方抵制都不太可能影响中国 倘若印度对中国掀起贸易战 最大的受害者可能是印度本身 把焦点转向中国国内 近期一段名为一线工人安全帽的视频 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为什么呢 视频里做了一个实验 把号称一线工人安全帽与领导的安全帽互撞 没想到一线工人的安全帽一撞就碎 而原本应该要可以保护头部的安全帽 竟然脆如蛋壳 也让人感到亚异 这段视频发出之后 引发广泛讨论安全生产问题 受到关注 综合苹果日报与新进报报道 斗星男子上周四 在中国影片平台快手分享这段视频 他说要来测试一线工人的保险帽 与领导的保险帽 哪个比较结实 接着就拿起两顶安全帽互撞 画面中可以看到 工人的黄色安全帽瞬间被撞破 反观领导的红色安全帽呢 依然完好无损 斗南下结论说 我们一线工人的保险帽就是这样的效果 不过最结实的就是领导的帽子 视频曝光之后呢 有不少的网民为劳工报区 认为一线工人需要更安全的装备 不过也有人觉得说 安全帽是斗南自己买的 这个视频不具代表性 只是为了博眼球而已 事实上早在2007年 央视就报道过劣质头盔 造成工人头部受重伤的案例 另外2018年浙江省也查出 安全帽产品的不合格率为7.7% 无论斗南的视频是真是假 可以确定的是大众必须认真思考 安全生产问题的重要性 奔驰女车主哭诉维权事件终于画下据点 昨天女车主与西安利之心4S店 达成换车补偿退金融服务费 参观德国工厂 不办农历生日等和解协议 女车主表示说自己只是导火线 能够让行业问题有所整治 对大众来说都是好事 事情的大概是这样的 女车主花了66万元买了新车奔驰 没想到刚开没多久就发现发动机漏油 所以她就跑到店家内 坐上引擎盖哭诉维权 由于她在不知情的状况下 被收了1.5万人民币的金融服务费 也引起西安当局关注 澎湃新闻报道 双方的和解协议包含 更换同款新车 金融服务费全额退款 赠送车主10年一对一VIP服务等等 女车主表示她感受到了歉意 对事情的结果非常满意 另外西安市市场监管局 高薪分局副局长刘玲也说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高度重视这件事 未来将继续加大执法力度 对行业的乱象坚决打击 同时对车辆迅速展开鉴定工作 因为一桩个案而推动行业改革 女车主表示自己只是导火线 央视新闻也发表评论说 不光是汽车消费领域 其他的消费领域也存在有欺客 载客的问题 对此政府会努力清理 让消费者买的安心 用的放心 节目的最后带您来看到中国简报 为各位观众快速掌握中国各地的最新消息 京东创办人刘强东去年卷入性侵风波 联合报报导最新的消息是 指控刘强东强奸的明尼苏达大学 中国女留学生刘金瑶 16日在明尼亚波利斯法庭提出民事诉讼 并且要求5万美元的伤害赔偿 对此京东和刘强东方面分别回应称 目前对此无法发表评论 但将坚决对这个不实的指控进行辩护 中国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上个月有新规定 禁止学生染烫法 美甲 佩戴首饰 甚至连穿露膝盖的短裙也不可以 中央社报导 事件传出之后引发争议 有网友讽刺学校领导 是从清朝穿越来的吗 但是校方人员回应说 这是希望大学生端庄大方 衣着文明清洁有礼仪 校方还指出 大多数的学生都支持这项规定 很少有人有异议 近日996工作制在中国掀起热议 根据中央社指出 中国官媒新华社发表一篇文章说 996工作制违反中国劳动法应该推出 文章表示 若按照996的工时计算 每周的工时至少有72小时 已经违反了每日工时不超过8小时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个小时的规定 若是属于加班 也是每天不超过3小时 每月更不能超过36小时 文章还说善待劳动者 让劳动者有幸福与安全感 才是对奋斗精神的最好弘扬 再来看到中国海警船今天再度进入到钓鱼岛领海 根据中国海警微信公号发布的消息 中国海警2307舰艇编队又前往钓鱼岛附近的日本领海内巡航 中时电子报报导 这已经是4月份以来的第三次 5号一次 8号一次 如今又在使进钓鱼岛领海一次 据称其中一艘船上装有类似机关炮的装备 共同社也表示 这是今年第12次中国海警舰艇进入钓鱼岛海域 频率明显高于去年 日方巡逻船已经警告中国船舰驶离领海 华为发展5G在国际引发争议 但订单还是稳定成长 中央社报导 华为目前共拿下40份5G设备商业合约 其中23份来自欧洲 10份来自中东 6份来自亚洲 另有一份来自非洲 值得注意的是 华为至今并未取得任何一份来自中国本地的订单 华为5G产品线总裁日前也表示 公司在中国做了很多测试 但都不是商业用途 虽然他并未解释原因 不过报导分析 这应该与中国最近正在放缓5G网络建设步伐有关 中美贸易谈判进入最后阶段 为了确保中方执行协议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日前表示 协议将纳入双向通用的执行协定 但他的这个说法却引发外界关注 自由时报报导分析 若中国握有对等权力 可能会求援兼裁判 导致机制发挥的效用不大 另外有美方官员担心 双方都有权片面祭出贸易制裁 恐将成为中国迅速对美国企业施压的途径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我是罗千竹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接下来带各位回顾稍早前的中国新闻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习近平准备将解放军几大总部 迁出北京 前刊报导 中共军方消息人士称 最高领导层希望将解放军几大总部撤出首都 有助于提高战备状态及减少任人围侵 五个主要部队的指挥部队 预计将迁往二三线城市并进行精简 香港南华早报根据与解放军关系密切的消息来源报道 中国军方领导人正在考虑将其五个服务部门的总部 从北京牵制二线和三线城市的计划 一些军方消息人士称 高层于2015年左右开始考虑这个搬迁计划 但进一步实施的决定是在过去两年做出 消息人士称 军方高层相信此举将有助于减少解放军内部的任人围侵和裙带关系 提高战备状态 这也是习近平作为军委主席改革计划的重中之重 一位独立消息人士说 陆军、海军、空军、火箭部队和战略支援部队都参与其中 重新安置计划 主要集中在移动这五支部队的指挥部队 然而搬迁计划将不包括中央军事委员会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决策机构 中央军委将继续在京西的八一大楼运作 这五个部队中的少数行政部门将可能被允许留在北京 但大部分单位都会搬迁到新的办公室 来自军方的同意消息来源说 预计搬迁可能需要长达十年时间才能完成 其中正在考虑的一个选项是 海军总部迁往沿海城市 据一位了解计划的退役海军军官表示 领导层希望分散安排能够帮助指挥官和军官 更好地专注于战斗训练 少花时间去经营同事之间的关系及讨好高层 另一位希望保持匿名的接近陆军的消息人士表示 其他考虑因素是减轻对北京环境和交通的压力 并支持二三线城市的发展 他补充说 根据这些消息来源 领导层认为小城市将更适合新的总部 精简将随着整个迁移过程进行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 五个部队将在此过程中进行重组 一些非战斗部队的军官预计将退役 他们将被分配到民用部门或国有企业等新的工作岗位 最高领导人认为 考虑到根据这些军官退役后获得的退役赔偿 将能够负担得起二三线城市的生活成本 他说 然而消息人士指出 班前计划已经面临一些高级官员的阻挠 他们由于家庭的原因不愿意离开首都 例如一些官员的配偶在北京工作 而他们的孩子则在那里上学 北京拥有全国最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 以及其他现代化设施 这些设施是二三线城市无法媲美的 一位44岁的退休高级上校说 因此消息人士称 领导层可能会在实施搬迁计划方面 有一定的灵活性 并允许少数家庭留在北京 习近平去重庆了同行的是接班人 请看报道 4月15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重庆考察调研 一下飞机 习近平即转乘火车汽车 前往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一乡小学 华西村深入农户家中和田间地头 实地了解脱贫攻坚工作进展 和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情况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刘鹤及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陈明尔 都陪同出席 其中同台的胡春华陈明尔二人 都曾被外界视为习近平的接班人 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过后 胡春华一度被传为 中共第六代领导人接班人选 且排名接班梯队之首 也就是习近平交棒的对象 但到了十九大前夕 陈明尔却盛传将取胡春华而代之 一度成为热门话题 随着胡春华 陈明尔均未出任政治局常委 两人的接班话题暂告打住 但动向仍受到外界关注 而习近平此次前往重庆视察 意外让两人一同在北京以外的非会议场合现身 形成前后任传言接班人同台的画面 此外 主题应该是与扶贫有关 胡春华是扶贫总主管 刘鹤作为主管金融的副总理 对扶贫的支持也则无旁贷 而胡春华陈明尔在党内军属形式风格低调之人 尤其是两人在中共十九大过后 分别就任副总理及重庆市委书记新职至今 相关的新闻报道始终有限 至发稿为止 新华社仅公布了习近平一行人 这次视察的照片及图说 但照片显示 胡春华、刘鹤一起陪同习近平前往石柱县调研 而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陈明尔也按惯例 以在地最高领导身份陪同习近平调研 这是近十年习近平第三度视察重庆 2010年他还是储君时到访重庆 当时的市委书记还是薄熙来 官方报道称 习近平当时看了红阁表演 还称赞当地的唱红打黑 2016年是习近平坐上大位后首度到重庆巡视 当时的书记是孙政才 那次的主题是供给策改革和长江经济带发展 这一次是陈明尔出任重庆书记 以后习近平的首度到访 作为习近平在浙江的旧部 陈明尔被视为习的嫡系 相信这次习近平走后 他不会重蹈两名前任的负责 否则只能探重庆这个山城的煞气也太重了 习近平这次的陪同者中 陈明尔、胡春华、刘鹤三人都是政治局委员 而习的大秘中办主任丁薛祥也很可能随行 如果是则是四名政治局委员陪同 这一阵容与上周总理李克强出访欧洲 只有国务委员王毅、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立峰 两名副国级官员陪同相搅 可谓天壤之别 美中若脱钩是灾难还是更安全 请看报道 在美中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 美国国内出现了不少主张美中脱钩的呼声 美国商界的一位领袖认为 美中两国都非常需要就脱钩问题展开公开的辩论 并在两国之间进行双边对话 前美国国防部长科恩认为 美中关系需要达到新的平衡 但脱钩是不现实的 有的中国问题专家甚至认为 中美脱钩绝对是一场灾难 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大使 最近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 美中创新论坛上表示 在华盛顿和北京 创新国家安全与自由贸易之间存在的紧张 已经到了极端的程度 而这两个国家目前在这些问题上 正在做出取舍将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将不会只限于美中关系 这位代表200多家在华美国企业利益的负责人说 在他看来 当中国领导人谈论自主创新 或是在技术上要自力耕生时 这等于暗示把中国与全球创新社区脱钩 同样美国一些人也在积极主张 美国与中国脱钩来应对中国给美国带来的挑战 在美国商务部担任过负责中国 以及亚洲事务助理部长的艾伦认为 在美国和中国 我们都非常需要对美中脱钩的问题进行公开的辩论 他说脱钩意味着什么 这是否现实 我们提议要脱钩的是哪些行业 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 脱钩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之内还是之外进行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美中脱钩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安全 还是更少的安全 在美国驻北京和东京大使馆做过商务参赞 并担任过美国驻文莱大使的艾伦 还认为除了两国各自就脱钩问题进行公开讨论以外 美中两国还需要就这些问题进行强有力的双边对话 前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在这个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表示 美中之间的确存在很多的不公平和不对等 包括市场准入等 因此必须采取行动使之实现某种形式的平衡 否则这在今后会是一个问题 不过他不认为美中可以脱钩 他说我们可以脱钩吗 我们可能与中国脱钩吗 我们能把所有的通信线路都拆了吗 扯断所有的供应链 然后把它都带回家吗 川普总统用过其中一些言辞讨论这个问题 他的行政团队中的一些人也用过这样一些语言来谈论这个问题 但这是不现实的 有一些公司将会撤出在中国的利益 并把供应链设在其他国家 这是意料之中的 但大多数公司不会退出 坦白的说任何人认为我们将会完全脱钩是不现实的 科恩还表示有的人觉得我们将会看到有美国或是西方所主导的一套体系 以及中国主导的模式两套不同体系的共存 他说这两套平行的体系将会如何运作还有待观察 但是他认为这会给美国带来更大的问题 他说如果美中两国不合作对于整个地球来说 这将不是一个幸福的时期 目前是科恩集团董事长与首席执行官的这位前国防部长说 国家安全与贸易政策是分不开的 而是交织在一起的 他试图向中方传递这样一个信息 让商界继续成为亲贸易亲中国政策的倡导者是极为重要的 他说如果美中关系的经贸支柱不复存在 那么双方会把焦点放在军事与安全领域 而这对美中哪一方都不是什么好事 因此美中双方通过贸易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经贸问题是极为重要的 他认为双方在短期内会达成一个协议 但这个协议不会解决双方之间存在的根本性问题 因此不管双方签署什么样的协议 美中双方在今后还会在一些经贸问题上经常争吵不休 在1998年到2005年期间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的何立强 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 美中关系目前正处于一个转折点 而两国目前所进行的贸易谈判 是重新巩固美中关系良好基础的一个机会 他说美中之间的商贸关系应当是互利双赢的 但是目前的竞技场地是不平的 机会也是不平等的 因此双方应当抓住这个机会 达成一个具有实质内容的贸易协议 他认为美中脱钩将是一场灾难 他说我只是认为脱钩对世界 对中国和美国来说都绝对是一场灾难 它是最后一招 如果你真的考虑这个星球的未来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 你希望能够一起努力 因为有很多创新可以帮助人类 例如我们必须保护地球 我们希望对两国都有利的方式分享许多技术 因此脱钩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哪怕是想象一下怎么脱钩 都是极为复杂的 目前在麦克拉提咨询公司负责中国业务的何立强说 他不认为美中正在走向脱钩 因为有太多的机会 而且也有足够的智慧 他告诫大家要耐心 最终会度过目前这段困难时期 并向前发展 诈骗短信蹭热度 以巴黎圣母院的名义 请看报道 巴黎圣母院大火引起全球关注 全球都在为这一文化遗产的损毁 表示遗憾的时候 中国竟然有诈骗分子盯上了这一灾难事件 位于法国首都的巴黎圣母院 15日傍晚发生大火 造成巴黎圣母院塔尖倒塌 建筑损毁严重 事后有中国网友发布一张 以巴黎圣母院修缮工程名义 进行短信诈骗的图片 该图片文字显示 你好 我是巴黎圣母院大火修缮工程负责人 因为重建预算被欧盟扣押 导致目前这座人类艺术的贵宝 无法按时涅槃重生 只要您现在捐助本院1000欧元 未来您的名字将被捐刻于新建的纪念墙上 随后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 于4月16日贴出该诈骗短信 并表示纪念墙上有没有你的名字我不知道 但警方的立案告知书上一定有你的名字 政府官员失联50天 官方才惊觉追逃 网友嘲讽 请看报道 牡丹江市公安局4月16日发布追逃通告 犯罪嫌疑人为牡丹江市政府原副秘书长程鹏 涉嫌重大职务犯罪 而嫌疑人于2019年2月26日失联至今已50天 通告称犯罪嫌疑人程鹏南汉族辽宁省黑山县人 现年54岁牡丹江市政府原副秘书长 涉嫌重大职务犯罪于2019年2月26日失联 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提供犯罪嫌疑人 城鹏的线索举报动员规劝载逃人员投案自首 对抓获犯罪嫌疑人提供有价值线索 经查证属实并协助抓获犯罪嫌疑人程鹏的 将对举报人予以中假 并对举报人严格保密 对窝藏包庇资助职务犯罪案件 再逃人员的构成犯罪的 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依法从严惩处 网民们纷纷质疑 为何牡丹江市政府原副秘书长 城鹏在失联50天之后 官方才发出追逃通报 叫外卖跟抑郁症怎么就扯上了关系 请看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公布 全国18所高校大学生及毕业生的调查结果 显示叫外卖频率越高的大学生 其身体及心理健康的自贫得分越差 抑郁症得分越高 然而叫外卖与身心健康之间是否有显著关系 仍有待进一步查验 调查发现有6.4%的大学生几乎每天叫外卖 16%的大学生每周叫外卖3-5次 而每周一到两次的大学生则为21% 在健康方面 大学生自评健康情况总体好于使用量表测得的健康状况 说明部分大学生并未意识到自己处于亚健康状态 另外在总分得分10的情况下 约有45%的人评价自己的睡眠质量为6分级以下 参与课题研究的中国社科院博士张振宇指 就大学生心理状况而言 大学生自评心理健康平均为8.45分 但抑郁量表测量得分在10分以上的占36.3% 而抑郁量表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状况越严重 另外调查组也发现 生理健康自评生理自评心理 随着大学年级升高有下降趋势 抑郁得分也有升高趋势 盖元组也指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学生 在不同维度得分全部高于家庭条件差的学生 学习成绩与健康得分呈现正相关 另外调查也指 上网时间对大学生健康有显著影响 学生每天上网的时间越久 生理测评 自评生理及自评心理得分越差 而且也更容易有抑郁倾向 赵立新微博账号被公告注销 请看报道 中国知名演员赵立新在微博发表 日本人占领北京没抢故宫文物 符合侵略者本性吗 一说遭强烈批评 新浪微博今天证实 赵立新的账号已被关闭 理由是发布实证有害信息 新浪微博今天透过自家账号发布公告 指3月28日至4月3日间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对发布实证有害信息的29个头部账号 粉丝人数即受关注度较高者 采取禁言关闭账号等措施 根据这项公告 身为中国知名演员的赵立新 他的演员赵立新账号 粉丝数多达704万 其他还包括粉丝数38.6万的路易甲 粉丝数3.4万的我才是颓废是美 粉丝数2万的货币当局等账号 新浪微博提醒 用户发言和讨论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社区规则的要求 包括自媒体账号在内的用户 应遵守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讯息内容 根据新浪微博界定的实证有害信息 包括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 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 泄露国家秘密 危害国家安全 煽动民族仇恨 歧视 破坏民族团结 迫害国家宗教政策 宣扬邪教 迷信 散布谣言 破坏社会稳定 歪曲丑化 英雄烈士 事迹和精神的等11项 4月2日 赵立新在微博发表 日本人占领北京8年 为什么没有抢走故宫里的文物 并且烧掉故宫 这符合侵略者的本性吗 此言一出 引发众多中国网民及共青团等单位的咒骂与批评 虽然赵立新3日即发表长文声明道歉 但其演员赵立新的微博账号既已不复存在 而他工作时的微博账号 向心力studio也清空所有内容 陈凯歌儿子陈飞宇入北电国籍受到质疑 请看报道 近日中国北京电影学院正式公布了首批录取名单 最引人关注的是 今年参加中国艺考的知名导演陈凯歌的儿子陈飞宇 竟是以外籍身份被表演学院录取 其真实国籍首度曝光后 网络瞬间像炸了锅 据新浪娱乐报道 北京电影学院官网公示名单 北京电影学院2019年外籍本科生录取名单 显示陈凯歌陈红之子陈飞宇 以外籍学生的身份被表演学院录取 陈飞宇2000年4月9日出生 2010年因参演个人首部电影《肇事孤儿》 而进入演艺圈 曾主演青春校园电影《秘国》 而陈飞宇在这份文件上被标注的 美国国籍曝光后引起强烈反响 网络上一片嘲讽 报道指陈飞宇被北电表演学院录取 本来没什么问题 因为其父陈凯歌是导演的关系 陈飞宇早早涉入影视圈 刚成年就出演过《江夜》《秘国》等多部影视作品 在积累了一定的表演经验 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之后 他被北电录取应该很正常 但有人指出 从陈飞宇此前的个人百科信息词条来看 他国籍一项之前一直填写的都是中国 如今却又爆出是美国国籍 这样的前后不一令很多人不解 不过陈飞宇被爆出美国国籍后 百度百科也于第一时间对其进行了更新 疑似为了平息争议 陈飞宇工作室15日宣布 陈飞宇已经被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录取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恭喜你 依靠成功 未来继续加油 并配文发布了一张陈飞宇在拍摄监系复习功课的照片 陈飞宇是陈凯歌与陈红的次子 2010年10岁时因参演电影《肇事孤儿》进入演艺圈 此后他在陈凯歌指导的电影《妖猫传》剧组担任助理导演 去年由他主演的电视剧《江夜》播出 积累了相当的人气 很多网友看好他的演艺事业未来可期 而三月份时陈凯歌刚刚接下了国庆献礼电影的导演一职 虽然电影《玄角》一直都没有官方消息 但就在今日有网友爆出一张陈飞宇的电影片场照 疑似参演了自己父亲指导的献礼片 这让认为是否为中国国籍 是侧面印证是否爱国的网友感到一丝不满 且直接出演质疑他是否有资格拍摄国庆献礼系列的电影 其实因为国籍问题而饱受争议的明星还有很多 此前奥运冠军邓亚平因为在法国诞下儿子 一直被质疑和谣传拿了外国国籍 招来了不少网友对其不爱国的指责 而邓亚平经不住留言的烦扰 此前还特意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和儿子的护照 例证自己和儿子都是中国籍 有分析指 陈飞宇的真实外籍身份并非个案 多年来通过投资移民等方式拿到外国护照 而在中国从事演绎活动的艺人比比皆是 早在2017年胡润发布的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就显示 中国有近半的富人考虑移民 教育质量和环境污染问题是中国人选择移民的主要原因 而现在随着中国社会危机感的日益加剧和普遍蔓延 移民到美国等西方发达和民主的国家 更成为中国人的一大梦想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新闻 我是莫子 谢谢您的收看